前两天七彩虹的同学送了我一张显卡 这个是3080Ti的火神 然后他希望我可以测试一下这张显卡 最好是能整点火玩玩 那我一想这个30系显卡有啥好测的 我们都测过一万遍了 你又不是40系显卡 是吧 光做测试多无聊 有没有什么火可以整的 既好玩 又可以完全去榨干这张显卡性能的呢 于是我就想到了 我们今天要不就来玩一下这个多人一卡吧 为啥要玩多人一卡呢 这个我就要跟你说到说到了 你看我白嫖的这张七彩虹的3080Ti火神 这个很显然是一张高端显卡 对吧 又是超大面积的风冷散热 又有一键超频 甚至顶上还装了一块小屏幕 可以监视你的性能 这么高端的显卡光是给一个人打游戏 你不觉得这也有点太浪费了吗 太大材小用了对吧 而且这张3080Ti火神 它的性能大概相当于什么水平呢 就Time Spy能跑两万分吧 这相当于啥 就相当于四张1060加起来的性能啊 那你难道不好奇 它能不能当成四张1060来用吗 我今天就想试试看 能不能真的把这张3080Ti分成四张1060来用啊 而且这30级显卡相比1060有一个什么优势呢 就是它支持DLSS DLSS是利用AI来提升性能提高帧数的技术 那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已经有详细的介绍过DLSS了 它利用了GeForce RTX GPU上的专用AI处理单元Tensor Core 使用深度学习来提高帧率 这就允许你在高分辨率下也能够流畅地运行游戏 最高甚至可以在8K的分辨率下使用这个技术啊 DLSS这项功能就可以在提供好的画质的同时提高性能 减轻你的GPU负担 那我觉得在这种性能比较吃紧的场合 DLSS的作用没准会更加凸显 我们既然要玩多人一卡了 那到底用什么样的分卡方案比较好呢? 其实B站上之前已经有很多的UP主做过这种多人一卡的视频了 他们用到的基本上都是一个叫做Aster的软件 Aster这个东西本质上就是同时启用Windows的多账户 这样一个人单独用一个账户 把好几个键数显示器全都接在这一台电脑上 就可以开网吧了 但是这样做也有局限性 就是四台显示器的四套键数全部接近一个电脑 那这个空间上就要求四个人必须都挨在一起做 感觉稍微有点不方便吧 那我个人倾向于的一个尝试 其实是借助虚拟机来实现多人一卡 这个方案我会更喜欢一点 用虚拟机的话物理上的局限性就没有那么大了 因为操动虚拟机基本上都是通过远程的方式去操动的 每台虚拟机都可以设置自己的虚拟网卡 有自己的IP地址 这样我们远程连接的时候也不容易出现冲突 你可以四个人同时用各种各样的设备去访问 对吧 一个用iPad串流 另一个人甚至你可以用个笔记本 甚至你可以用电视去串流 对吧 这个已经不是开网吧了 这个已经是真正的实现了家庭 云游戏服务器 而且大家的数据都是可以各用各的 对吧 这个互不干扰 那问题来了 这个虚拟机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案呢? 有同学可能知道 其实Windows本身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用的虚拟机服务 也就是Hyper-V 我们可以免费用Hyper-V来架设和管理多台虚拟机 这个东西是专业版系统自带的 任何人都可以在系统功能里启用它 不过以前Hyper-V是存在不少问题 也没有办法完美调用咱们的独显 但是最近几年虚拟机的进步还是挺大的 尤其是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比较方便的设置和分配显卡了 不是这个显卡 是这个显卡 这个显卡也行 这是我们最新出品的显卡T恤 在极客外的店有个售 现在我们不妨就先来看一下 Hyper-V怎么弄好了 刚刚我们已经在系统功能里启用过Hyper-V了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到Hyper-V的管理菜单里面 可以先创建一个虚拟网卡 通过虚拟网卡 我们就可以让虚拟机连接到路由器的网络中了 方便我们待会儿来串流 然后我们就可以搭建虚拟机了 要想分享GPU 我们就必须要选择二代虚拟机 然后内存的话呢 我这台PC装了32G内存 所以我们应该单台虚拟机分个8G内存问题不大吧 8G的话打游戏也够了 然后我们动态内存分配这个功能不能开的 然后我们选择刚才我们建的网卡 然后我们要建立一个虚拟硬盘 我有一个2T的固态 那我觉得单台500G应该够了 反正这个是动态分配空间的 又不会真的给你占掉500G 最后选一下我们要装的系统 毕竟是多开虚拟机 那我还是希望系统可以尽可能精简一点 所以这里我先选的是Windows 10的LTSC LTSC的系统就是什么预装软件基本都没有 非常的干净 建完了这个虚拟机之后呢 我们还得给它设置一下CPU的数量 我现在测试平台用的是12900K 那么每一个虚拟机我分6个盒 我觉得也勉强够用吧 差不多 最后咱们把这个备缝功能关掉 这个会影响到咱们调用显卡 好了 设置完这样我们就可以启动虚拟机 装系统了 装完系统 大功告成 感觉好像整个过程还挺简单的 别高兴的太早了 你如果把这个设备管理器打开呢 你就会发现稍微有一点点小问题 我们似乎看不到这张3080Ti的显卡呀 你别着急啊 咱们还没给它分配进行虚拟机呢 咱们得在这个物理机的PARTEL里面输几行命令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显卡资源分配给物理机了 你可以自己决定分配多少显卡资源 分多少显存 都可以设置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就算是把这个显卡分给虚拟机 但是这个时候你如果打开虚拟机 你会发现这个显卡虽然它显示在这里面了 但是它还是没法工作的 因为驱动似乎工作的不正常 会报一些错 你也不能直接在虚拟机里装驱动 因为理论上只有Quadro或者Tesla这种专业显卡 才有官方支持的虚拟化 GForce显卡想要玩虚拟化 我们就得想一些别的办法了 比如说把物理机上的驱动直接搬进虚拟机里面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3080Ti显卡正常的在虚拟机里驱动起来了 你看是不是显示正常了呢 这个搭建过程稍微有点曲折 但是历经千辛万苦 咱们总算是把这个虚拟机给建好了 结果呢 就在这个时候我才发现 原来这个主题在YouTube上老来已经做过了 而且它已经用了一个更简单的办法 就是远程软件Parsec的开发者 做了一个一键生成虚拟机的脚本 只要简单的修改一下参数 就可以一键的自动帮你创建硬盘 创建系统 再加上设置所有的选项 设置GPU 就用这个脚本可能两分钟 你就能搞定所有的这些虚拟机还有GPU的设置了 哇靠这个看完我直接就吐血了 可是我前面折腾了半天都白干了 好吧 那我就用这个脚本又重新创建了一遍Windows11的虚拟机 说实话确实还挺方便的 比我这个设置起来方便多了 似乎看起来也没什么问题 我把该装的软件该下的游戏都下完了 那咱们就可以把虚拟机复制个两份 一共三台虚拟机再加上一个物理机 就等于咱们把七彩虹的3080Ti火神给分成了四份了 那么被分成四份的3080Ti 它的性能还够不够用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跑一跑性能看看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单台虚拟机的显卡跑分 没有被分走资源的时候 Time Spy最高可以跑到将近19000的图形分 其实比物理机的20000多分的损失并不大 效率好像还行的样子 19000好像也有3080的性能了 我们再来跑一下四台机器同时跑分 这个跑下来其实每台机器都不太一样 因为我没有限死每台机器的GPU资源 所以它们其实是在互相抢资源的 四台机器里面咱们的物理机甚至可以跑到7700多分的图形分 已经是超过2060的性能了 发挥得很不错 其他几台虚拟机的性能的话 差一点能跑到1650的性能 好一点的可以接近1060 这个看起来其实还行啊 对于很多1080P游戏来说 它这种性能其实已经足够了 甚至我发现虚拟机里的显卡 也都可以开启光追 获得一个更好的画面效果 但比较可惜的是 DLSS似乎没有办法在虚拟机里开启 那我们只有物理机可以去利用DLSS提高性能了 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我觉得Aster的风罩户的方案 好像也有它的优势 没准效率上会更高一点 哎呀 那么方案都搭建完了 我们就该开玩了 我首先找来了一些家里常见的移动设备 毕竟咱们搭一个云家庭游戏中心嘛 肯定是需要用方便的设备来玩的 不可能都用游戏台日记嘛 咱们就是要做到用手头现成的数码设备来开网吧 所以我就拿来了iPad Mac 还有我的SyncPad轻薄本 咱们来开一场小小的Lan Party 虽然我们确定了算力的来源是这张显卡 但要让所有这些设备都连上云游戏 我们肯定还是要考虑用哪家的串流方案 我这里使用的同时是Steam Link和Parsec Steam Link对于安卓和iOS这种移动端的设备来说是很好用的 尤其是它对于手柄的适配 Steam Link其实不需要你做任何偶爱的设置 你打开直接就能玩 都是给你映射好 包括振动反馈这些也完全和你直接手柄连PC一样好用 但是对于桌面端的串流 我还是感觉Parsec会更好用一点 延迟很低 几乎没有遇到过卡顿 不同平台的键鼠操作也可以特别方便映射过去 还是挺适合我们这个玩法的 准备完毕 咱们就可以开始家里开网吧的骚活了 首先 应该玩点啥呢? 七海红的同学希望我们可以先玩一下永结物件 我觉得这个竞技游戏确实也挺适合派对上几个小伙伴一起玩的 所以我就叫来了几个小伙伴 咱们先来玩一下永结物件 永结物件之前我们也做过上手体验了 这个游戏是支持DLSS的 硬件要求上讲的话 它可能压力主要是在CPU上的 对于显卡来说还是比较温和的 那我能不能用这张七海红的3080i火神带动四个小伙伴一起玩呢? 诶 好像有希望啊 直接所有机器都跑最高画质肯定是不行的 但其实我的物理机还是可以保持4K分辨率的 只不过我得开启非常高性能档位的DLSS 然后虚拟机上我得把画质降到低 反正你小屏幕嘛 可能也不太能看出来对吧? 分辨率我们根据每台机器来调整 比如说iPad我就用了1600x1200的分辨率 正好是一个4比3的比例 显示出来就很舒服嘛 每个机器都这样调整一下之后呢 这样四个人的游戏都可以跑得动了 虚拟机上可能操作起来会有点延迟 但因为是本地传流 这个延迟是要比零游戏还是要好很多的 算是可以接受吧? 那我们就来玩一玩吧 我们一共准备了4台机器 但是永结无间是一个三排游戏 这就意味着有一个小伙伴就得和西北风了 由于是我们这唯一的国粉 飘哥不出意外的就被孤立了 只能在一边可怜兮兮的单排 气得他是内心崩溃 又哭又闹 呜呜呜呜 好可怜呀 在飘哥陷入沮丧之时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游戏的运行情况好了 基本上4个人都可以跑到50帧左右 有的时候可以达到60帧的帧率 其实算不上丝滑流畅吧 但是不影响每个人都能玩 而且我发现虽然虚拟机开不了DLSS 但是另外一个降低延迟用的功能 Reflex倒是可以开启的 对于操作延迟来说会有一些帮助 这个时候就算是完全榨干这张3080T显卡了 可以全程跑到满了 这么强的性能总算也有一些用武之地了 对吧 趁着我玩了一段时间之后 感觉咱们折腾的这个瓶颈都不在显卡上了 其实CPU和内存的瓶颈会更严重 这次是在12900K加4800频率双通道的内存上做的试验 那我都深感不太够用 好几次游戏掉到40多帧 明显是CPU内存带宽的这个瓶颈 如果我们能够在HDT平台上去玩这套东西的话 可能表现的还会更好一点 在我们愉快的开推了一段时间之后 飘哥终于按捺不住寂寞退了游戏 因为这个时候他想到了一些好主意 他决定给我们捣一捣乱 来人了 来人了 我给你勾住你妈 哎呦 什么东西 你不要 你在干嘛呀 我靠 你在跑上你妈跟我上 这个人太无耻了 哇 这个太不要脸了 虽然只有40几帧了 但是我还是能杀人的 这就瓶了 这就瓶子鸡了 瓶子鸡了 尽管飘哥想出了各种搜主意 但并不能阻止我们几个实力强大的老玩家 顺利地吃到了机 哎呀 看来这个游戏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点简单了 那相比于Aster那种一台物理机分成好几个账户的方案呢 我个人还是觉得我们这次搞的虚拟机会更实用一点 虽然说它有性能损耗 但是这个是真正的一人一击 互不干扰 好吧 性能上还是可以干扰的 但是至少数据上互不干扰吧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有了我们这套方案之后呢 其实也不一定要开黑了 比如说家里有好几个人有不同的游戏需求 像是我们这里两台笔记本一台iPad 都可以各自接上虚拟机玩各种3A大作 与此同时并不影响你在物理机的高清大屏上 边欣赏20元老婆边玩你的消消乐 或者你也可以进一步把这个挑战激化一下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物理机上玩像2077这种非常高要求的游戏 那这个时候就全家人都得给你陪葬了 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开一个DLSS 也许也能提升个几帧 让大家凑合一下 互相体谅嘛 这个20帧30帧60帧怎么不是玩呢 是吧 看起来咱们也算是实现了真正的家庭云游戏中心了 你说是不是 或者如果你哪一台机器有特别的需要呢 也可以临时的给一台虚拟机加内存啊 加CPU啊 你就能满足一些重度要求了 甚至你跑一些专业软件 也不是不行 显卡嘛 因为是动态分配的 以这个3080Ti的性能 应该很多东西还是能跑得了的 其实这种基于Hyper-V的虚拟机方案 还不是最接近个人云游戏服务器的 业界其实有基于Linux的更成熟的方案 再加上我们一直都有个想法 如果能够出门在外 用5G网络 在手机上也能够调用家里的云游戏服务器来玩游戏 那不就变成一个自制GeForce Note了吗? 今天篇幅有限 我们就先不折腾这个了 先把原游戏坑给挖了 我们以后慢慢填嘛 怎么样 今天这个4等分的显卡 是不是还觉得挺好玩的呢? 当然了 我们之所以能够干出这么离谱的事 也是得益于这张七彩虹的3080Ti火神 它的性能足够强 禁得起我们这么折腾 如今又有很多类似于DLSS的技术 可以提高你的性能 可以把我们的显卡开销给降下去 虚拟机也好 多账户也好 各种技术在这两年也有很大的进步 有了这些技术的帮助 你也可以自己在家里用一台电脑一张显卡开网吧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这期视频 别忘了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也别忘了来我们的淘宝店 极客湾的店 看一下我们最近上新的T恤 M2的款式也已经上了 包括我现在穿的显卡的款式 对吧 都可以一阵君挑选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